当地时间4月30日 泰国春吴礼府 一名男子走进一家珠宝店 说要买金项链 男子四戴了一条价值4300余元的金项链 在四戴的过程中 男子慢慢向店门靠近 突然冲向店门准备逃跑 结果发现店门已经被锁住了 男子只好回去交还项链 可以看到店主从此之中都很淡定 后来才知道从男子进门的时候 经验丰富的店主就起疑心了 提前把门锁住了 最终盖男子被警方逮捕 男子供诉自己这么做 是因为不久前失业了 又找不到工作想弄点钱 12月5日荷兰汝州风学市 一男子醉酒后借着酒精 在下雪天打船 随后爬上护栏玩倒立 结果重心不稳摔下护破墙 所幸男子只是手掌被划伤 11月27日浙江杭州一超市老板报警 称从11月以来超市多市被盗 虽然每次偷的都是小商品 但加起来给超市造成的损失也不小 民警查看监控发现 实施盗窃的是四名女生 四人组团盗窃互相掩护 一边装作占浏览商品 一边趁人不注意往袖口和背包里塞东西 经调查 这四名女生是某大学大一新生 都是2001年生 没有成年 并且四人还是室友 这四名女生不仅偷了日用品 还去化妆品店偷了不少化妆品 11月27日 警方将四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目前四人取保候审 案件正在处理中 近日一只老鼠引起了网友们的注意 11月24日下午5点半左右 有一只老鼠在尝试跳到悬挂者的喂鸟槽上 可能是闻到了喂鸟槽上食物的香味 这只老鼠就一直跳一直跳 跳到了晚上9点40 还是没有跳上去 终于在晚上10点41分 跳上了喂鸟槽 视频拍摄于12月4日荷兰平顶3 一辆货车在路上行驶时 车上一只羊被垂落的电线挂住了 在空中小幅度摇晃 整只羊看起来有些懵逼 但货车司机浑然不知 继续向前行驶 经过后车司机按喇叭提醒 货车司机这才把羊救了下来 驻军到了中午的提升气闹环节 专专业的知识来教大家说河南话 把普通话的第一声读成第三声 第三声读成第一声 第二声读成第四声 第四声不变 你就会发现你会说河南话的 比如河南读成河南 你好读成你好 我好大家好 我们这里下了小雪 路有些滑 今天放学的时候 有两个女生伴随把桶放在地上滚 结果水桶直接从办公室滚出了学校大门 滚到了马路对面的操场上 一路劈里啪啦的都没个人感难 劈里啪啦这四个字 让这段文字有了声音